汉景帝为什么不与大臣们商议就擅自费力了太子 一场不欢而散的功宴 如何成为汉景帝对大臣的一次重要考验 文景之志第二十集即将揭秘 公元前一百五十年汉景帝废了仅仅当了三年太子的皇长子刘荣 并且诛杀利基宗亲逼此利基 四个月后立王夫人为皇后 十二天后立交东王刘志为皇太子 就这样一场震动朝野的太子废利事件 汉景帝没有和群臣商议就这样罢了 然而太子的废利从来都不仅仅是皇家的私事 当年汉高祖刘邦想废掉太子刘盈 改立自己心爱的欺负人之子刘如意 就引发朝臣们的集体反对 刘邦最后不得不退让 终止了太子的废利 那么废利太子这样的大事 汉景帝为什么不与大臣们商议 由废利太子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又是如何彻底改变了朝中两位重臣的命运 为什么说景帝在临终前 为了新太子刘志 是煞费苦心的做了一番安排呢 今天收看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先生 为您讲述的系列节目 文景之志第二时期 汉景帝的心思 而汉景帝为什么敢自己擅自做主去废利太子 废掉皇长子刘荣 立皇十字刘志的很重要的原因 他没有把朝臣放在眼里 因为此期的朝臣已经非B期的朝臣 汉初的朝臣都是帮助刘邦打天下的功臣重臣 而景帝时期的朝臣很显然 他们的社会地位 他们的分量 他们的影响力 赶不上西汉建国时期的那些朝臣 但是太子的费力 从来都不是皇家的私事 因为太子是国之储君 他关系到一个政权的传递 关系到天下的安危 朝臣一向在这个中间 是不会不发生的 所以景帝费力太子这件事情中间 在朝臣中间也会遭到人们的议论 那么朝臣中间果然有人反对 第一个站出来 坚决反对费力太子的 是当时正任太子太府的窦英 窦英是汉景帝朝平定五主七国之乱的 两大功臣之一 另一个是周亚夫 周亚夫在此后被封为条侯 窦英被封为魏姬侯 窦英同时他的身份 还是窦太后的侄子 当年在窦太后的皇宫中间 窦太后就希望汉景帝传位给自己的小儿子 就是汉景帝的弟弟 梁孝王刘武 汉景帝也曾经说过百年之后传位梁王的话 结果遭遇了窦英的反对 窦太后一怒之下 取消了窦英 进入宫廷的门籍 所以无除七国叛乱发生以后 汉景帝就考察能够评判的人选 在考察人选的时候 他就发现 流性的宗室和窦性的外戚 这两家之中 没有一个人的贤能超过窦英 所以召见窦英 希望重用窦英参加评判 窦英坚决推辞 汉景帝却是一个 求人的时候 汉景帝还是很会说话的 汉景帝怎么说呢 天下方有吉 王孙宁可一让耶 当天下威王的这个关键时刻 你怎么能够推辞呢 这个好话一说 那等于说 天下威王只有你窦英勘当大臣 天下威王你没有办法 你是没有理由推辞的 两顶高贸易赛都应应成了 担任大将军 他的任务 驻守形阳 军事重镇形阳 协调攻打赵国和齐国叛军的工作 周亚夫作为太尉 他的任务是对付吴楚 吴楚七国之乱 对付吴楚的是周亚夫 对付赵国给齐国的是窦英 窦英结受任命以后 汉景帝赏给他千金 但窦英是个很廉洁的人 得到这个封赏以后 他把封赏的这个钱 全部摆放在自己的庭院里的乌郎之下 所有来办事的官员 只要有用钱的疑虑 随便拿 你觉得你需要用多少 你就拿多少 没有一分钱进入自己的私宅 全部用于国家大使 这是一件表明他的连结 第二 他在受命之后 立即推荐了向远岸 乱部这些人 特别是乱部 后来作为将军领兵出征 其平定 这个齐照的叛乱 立了很大的功劳 就是窦英推荐 所以窦英是既有才华 又极其廉洁的这么一个外戚 所以在吴楚七国之乱以后 窦英的地位迅速上升 封为魏姬侯 而且当时很多门客 去投奔窦英家里边 一下子增加了很多门客 至于周亚夫 那就更不用说了 他是平定吴楚七国之乱 最重要的大将军 他对付的是最凶残的吴楚军 三个月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 所以攻封调侯 所以吴楚七国之乱以后 朝中那么多列侯 说其话来最有底气 大家最信服 最有影响力的是两个人 调侯周亚夫 魏姬侯斗英 等到汉景帝废太子刘荣的时候 魏姬侯斗英 此时正担任太子太夫 是太子的老师 所以他挺身而出 反对汉景帝废太子刘荣 最终当然是以失败告终了 失败以后 魏姬怎么办呢 史书记载 魏姬谢兵 并居蓝田南山之下数月 诸兵可便是睡之莫能来 什么意思呢 魏姬侯在自己觐见失败的情况下 主动提出来 干 老子们干 请兵驾 然后跑到京城长安附近的蓝田 然后在那休闲 在家休假 谁劝他 他都不来 这件事情对于窦英来说 很显然 他是用自己的休病假 来对抗 汉景帝废地太子这件事情 特别是废太子刘荣这件事情 但是有一个他手下的门客 这个人叫高隋 这个人很有眼望 他找到魏姬侯 讲了一番话 他说 能富贵将军者 上 能亲将军者 太后 能让你富贵的是皇上 能亲近你的是太后 如果你现在 你在那儿的皇上 不上班 你把太后得罪了 你把皇上得罪了 假如这两个人 都对你不满意的话 你会怎么样 那恐怕 你的家族将会遭殃 这番话一说 魏姬侯觉得对 不能够把太后给皇上都得罪了 于是 开始上班 好像 像以前一样 但实际上 汉景帝对魏姬侯 因这个事 画上了深深的一道裂痕 后来 桃侯免相的时候 当原来的宰相被免 要任用新的宰相的时候 窦太后多次向汉景帝提出来 魏姬侯可用 汉景帝就是不用 而且汉景帝给他的母亲讲了一番话 他说我不是不用魏姬侯 而是魏姬侯这个人 不够稳重 应该说 窦英是一个私心不重的外戚重臣 立处 平叛 辅佐太子 一心未攻 只是因为多次反对汉景帝 废除太子刘荣 就一下子被景帝打入最不信任的朝臣之列 那么为了阻止景帝废除太子刘荣 不仅仅是太子太父窦英 还有一位重臣 也为此事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他又会是谁呢 除了魏姬侯斗英以外 另外还有一个重臣 也为太子刘荣的背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平定五楚七国之乱的守公者 调侯周雅夫 周雅夫也成了反对者之一 因为在当时这个五楚七国之乱平定以后 朝臣中间说话最有分量的 调侯周雅夫 魏姬侯都已 调侯魏姬侯两个最重要的大臣都反对 魏姬侯反对 无效 魏姬侯请命驾 最后没有当上宰相 调侯周雅夫也反对 反对的结果是什么 反对的结果是景帝由此疏之 不但没有达到目的 汉景帝由此疏远了周雅夫 而更糟糕的是 周雅夫不但因为为废太子刘荣说话 被汉景帝疏远 还有人给周雅夫点眼药 所谓点眼药就是专门说周雅夫的坏话 谁呢 梁王刘武 梁王每次上朝总给太后说周雅夫多坏 为什么 因为周雅夫在评判之初就给汉景帝定了一个总体战略 这个总体战略就是抛出梁国 让梁国给吴楚血拼 而吴楚军队就无法继续吸进 然后周雅夫派兵偷袭吴楚的梁道 这是商定好的总体战略 当然梁王在军事压力之下 要求周雅夫派兵 周雅夫不援 然后让汉景帝求救 汉景帝下令让周雅夫出兵 周雅夫还是不干 实际上汉景帝这个命令 也不过是走走行事 骗骗他的弟弟 并不是真心要救梁王 因为汉景帝已经确定的军事目标是不可更改的 再加上汉景帝也想借着无主之君 在判断平叛的过程中间削弱梁国的军事实力 免得他弟弟将来伟大不掉 对自己的皇权构成威胁 所以梁王刘武给周雅夫点眼药这件事情 没有得到汉景帝的响应 因为汉景帝也支持周雅夫的做法 紧接着出现的另一件事 造成了汉景帝在废帝太子这件事情上 第二次和周雅夫造成激烈的冲突 这个冲突是怎么来的呢 是匈奴 匈奴的王 一个叫徐鲁的匈奴王 带着五个高级将领投降汉朝 汉景帝就想封这几个人 同时为侯 汉景帝的做法是鼓励更多的匈奴的上层人物 投降汉朝 结果这件事情 周雅夫坚决反对 周雅夫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周雅夫也有自己的理由 说这些人背叛了自己的主人 投奔汉朝 如果我们封了他 那等于是鼓励臣子不忠于自己的主人 周雅夫提的意见是道德 汉景帝的主张是利害 汉景帝觉得从利害的角度讲 我封他们五个人为侯 可以引诱更多的匈奴上层投降汉朝 这个话有没有道理的 有道理 这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讲的 而周雅夫讲的有没有道理 周雅夫讲的也有道理 周雅夫讲的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 二则各有其所取之处 但是这件事情最终是汉景帝的意见 得到的执行 因为汉景帝是皇帝 他拥有最后拍板的权利 他拍板支持这种做法 所以这样一来 周雅夫给汉景帝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我们前面讲过危机后杜英 因为反对景帝废太子刘荣 最终没有当上宰相 而这一次周雅夫又在两件事情上 得罪了汉景帝 一个是废太子刘荣 第二是封匈奴五位相将 两件事情上得罪了汉景帝 所以汉景帝中原三年 以有病为由 免了周雅夫的宰相 两个立有大功的人都是因为在太子刘荣这个问题上得罪汉景帝 先后一个是失去当宰相的机会 一个是当了宰相以后又被免去宰相 所以这个费力太子这件事情在景帝 在景帝朝确实是一件大事 它影响到两大功臣的前程 周雅夫被免向以后汉景帝并没有放过他 不久汉景帝就招周雅夫进宫中去赋宴 这个赋宴就是所谓的饭局 中国人这个吃饭是一件大事情 汉景帝请周雅夫吃饭 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的饭局中间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例子 这次吃饭是怎么回事 只有两个人 汉景帝和周雅夫 实际上汉景帝不吃 让周雅夫一个人吃 这是一件很少有的事情 皇帝请一个大臣 免向的大臣入宫吃饭 而且景帝不吃 看着周雅夫吃 吃什么呢 吃肉 什么肉呢 一大块肉 这个肉没有切 就那么一大块 摆在桌子上 请周雅夫吃 那周雅夫如果看到这块肉 皇帝请自己吃 你们拿着的餐具来 刀子 叉子 筷子 一块钱就可以吃了吗 恰恰是 这个桌子上 餐桌上 除了这一大块肉以外 没有任何餐具 这个饭吃就有意思了 皇帝请了一个免向的大臣入宫吃饭 就那么一大块肉 没有切 又没有餐具 吃吧 这就印了一句话 这就印了一句话 这叫无处瞎嘴啊 你怎么吃啊 红艳中间我们讲过 项羽赐给 当时这个刘邦手下的一个大将 叫饭块 一块肉 饭块怎么吃呢 把他盾牌翻过来 扣在地上 把肉放上 拔出配件 用剑切着吃 现在周雅夫 建皇帝不能带剑 也没有盾牌 那饭块当时怎么有剑呢 他是闯进去的 如果不闯 不能带配件的 不能带兵器进去的 所以周雅夫一看着肉没法吃 就转身 看着身边的上食 高尚的上 食物的食 上食是个官员的名字 什么叫上食啊 主管饭菜的官员 叫上食 那主管皇帝穿衣服的呢 叫上衣 就这么一个官员 看着他 叫他拿餐具 这一说 汉颖帝恼了 说了一句话 此非不足君所乎 我请你吃饭 还放了一块肉 这还达不到你的满意吗 实际上 这是为难周雅夫 谁吃饭的时候 面前放了一大块肉 没有切 又不给餐具 你叫人家怎么吃啊 难道说 抱起来这个肉 就啃吗 周雅夫 没有办法 脱下帽子 给皇帝 请了个礼 站起身来 转身 小步 走出去了 这一走 汉颖帝 以目送之 眼睛一直看着周雅夫的离去 说了一句话 此泱泱者非少主臣 这么一个心怀无满的家伙 一定不是辅佐少主的臣子 这个话很重 言外之意说周雅夫不是辅佐自己儿子的臣子 那换句话说 这个大臣可能是危害自己儿子的臣子 所以这话分量很重啊 这顿饭究竟怎么理解 我个人的谈一点我对这顿饭的这个理解 其实这顿饭就是一场考试 不是吃饭 是一场测试 测试什么呢 实际上是用这个吃饭告诉周雅夫 你有再大的本事 你也脱离不开我的帮助 没有我的帮助 面前给你放一块肉 你都吃不到肚子里去 所以你不要自以为你是功臣 你立了大功 离了我的帮助 你什么都办不成 实际上 汉景帝是要把这个话告诉周雅夫 如果周雅夫明白了这个意思 周雅夫会向汉景帝说明 臣无能 请陛下住址 你帮帮我嘛 那么你帮帮我 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肉吃掉 周雅夫是一员武将啊 是一员啾啾武夫 他并不懂得 汉景帝这次吃饭是打了个雅弥 所以周雅夫就要要参聚 而且这件事情能判断一个大臣是不是忠臣 这件事情岂能判断一个大臣是不是辅佐自己儿子的 合适的忠臣 完全不可靠 恰恰 恰恰像周雅夫这么耿直的大臣 这么忠臣的大臣 是辅佐太子的忠臣 而汉景帝得出的结论刚好是相反的 他认为这不是辅佐少主的臣子 这看法完全错了 过了不久 周雅夫真探上事了 探上什么事呢 他的儿子为他买了五百副盔甲 这个汉代买军用盔甲是违法之事 这个周雅夫的儿子给他买五百副盔甲是干什么呢 是等着周雅夫 因为周雅夫年龄大了 周雅夫死了以后 身经百战的将军 陪葬的时候 把这个盔甲作为陪葬品 结果买着盔甲惹出麻烦来了 什么麻烦呢 没有给农民工钱 请了农民工帮他搬运 最后了他儿子没有给农民工 发这个合适的工资 这农民工把这件事报告了 这一报告迅速的就报告到汉景帝哪去了 汉景帝知道以后 立即就派人 把周雅夫抓起来 要审他 这个周雅夫很生气 周雅夫觉得 我这是买的丧葬用品 凭什么要抓我呢 结果汉景帝很生气啊 就把周雅夫的案子移交给廷尉 廷尉是主管全国最高司法的官员 一交给廷尉处理 就把这个案看成重案来处理 这个廷尔尉处理 这个廷尉就责备周雅夫啊 君侯欲反焉 您是要谋反吗 雅夫月 臣所买气 乃藏气 何谓反焉 我买的东西是 丧葬用品 怎么是谋反的 立月 君侯 众不反地上 急于反地下 你要是活着不模反的话 你将来死了你会模反 大家听听这个话 文献记载的这段对话 可以看出来 汉景帝是要通过廷尉 置周雅夫于死地 所以愤怒的周雅夫 在进入廷尉的监狱以后 绝食五天 吐血而死 这个汉景帝这个做法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在废的太子刘荣以后 立了自己的黄石子刘志 立了黄石子刘志以后 他的做法是 扶上马再送一城 我不但要把太子 扶上太子之位 而且我要送他一城 怎么送 把那些他认为 不适合辅佐太子的人 给除掉 就这样 周雅夫 被除掉 如果说汉景帝冷落斗营 逼死周雅夫 都是为了把太子刘志 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刘彻扶上马 再送一城 那么汉景帝为太子刘志 千条万选的托古大臣 又会是谁呢 景帝朝之后紧接着 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汉武盛世 那么景帝在位 仅十六年 他为后来汉武盛世的到来 又做了哪些贡献呢 而最终被扶植起来的是谁呢 被扶植起来的是建林侯魏婉 魏婉受到重用 我们前面讲过魏婉 是个赶车的出身 他能够在车上玩魔术 受到重用 然后在文帝朝就当上了中郎将 景帝做太子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 把汉文帝身边所有的进臣 都请到太子府吃饭 也请了魏婉 魏婉不去 其实汉景帝这个做法很有意思 在他位即位值前 他就像笼络住一批文帝朝的大臣 为他说好话 保住他的太子之位 但是唯独魏婉不去 景帝继位以后 有一次到上林院去 招魏婉陪圣 让魏婉坐他的车 他就问魏婉 他说我当初做太子的时候 请人吃饭 父皇身边的人都来了 唯独你不来是为什么呢 魏婉说我有病了 我有病了 所以我不能来 其实魏婉的做法是什么呢 我是文帝之臣 我不能交往太子 魏婉就说我谨慎的侍奉文帝就行了 所以汉景帝当场就说 那我赐你一把剑 他说剑我不敢要了 先帝已经赐给我六把剑了 汉景帝说这个剑是佩戴用的 先帝赐给你的剑 你还保存到今天吗 他说我保存完好都在家里 汉景帝派人去查看 汉文帝赐给魏婉的六把剑 剑套都没有撤封 原封不动的供在家里面 所以汉景帝就觉得 魏婉婉这个人很可靠 让他做了太子太夫 其实杀了周亚夫这样的忠臣 重用的却是那些唯唯诺诺 小心谨慎的依奉皇上的人 得到了汉景帝的重用 汉景帝不但贬了魏姬侯杜英 逼死了这个条侯卓亚夫 同时还逼得废太子刘荣自杀 还有一件大事 废太子刘荣自杀了 废太子刘荣怎么会自杀呢 废太子刘荣被废以后 做了临江王 在临江王的任上 这个刘荣做了一件不谨慎的事情 就是他扩建自己的宫殿 占了汉文帝庙的外面的一块空地 这个算犯法的事情 然后他就被一家送到京城来了 在中卫府 当时的中卫是谁 就杀利吉一家的制毒 他做中卫 这个临江王当时还是个小孩子 来到以后在中卫府 要求给他的父王写封信 但是制毒不给他刀笔 不给他刀笔 最后没有办法 这个是卫姬侯杜英知道以后 给了他笔 他给父王写了封信 然后自杀了 这个皇长子刘荣自杀以后 被窦太后知道了 窦太后极其恼火 因为刘荣虽然被废了 毕竟是窦太后的长孙 是他的长房长孙 对他的长孙之死 他非常恼火 他要杀这个制毒 最后汉景帝把制毒免了官 发配到燕门 做燕门太守 窦太后不依不饶 最终还是把这个制毒给杀掉了 而这个过程中间 这个汉景帝一直在为制毒说话 包庇制毒 对自己的儿子之死 他非常残忍 非常冷漠 而对自己的爱臣 对自己的宠臣制毒之死 他非常惋惜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了景帝的冷酷给残忍的一面 汉景帝刘起在位十六年 最终像他的父亲一样 死得很早 他父亲是二十三岁继位 做了二十三年的皇宫 这个汉景帝是在位十六年 四十八岁死去 景帝在位的十六年 办了三件事情 我们说汉景帝和他的父亲 共同成就了 在中国历史上 鼎鼎大名的文景之志 既然成就了文景之志 他总还是办了一些事情 那么他主要办了什么事情呢 主要是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 叫清妖伯父 汉景帝继位的当年 也就是公元前一百五十六年 他就颁布法令 其中他的法令中间 非常重要的一条 就是把农民的十五岁一 改成三十岁一 把田租降了一半 而且这种制度 成为西汉的一种定制 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我们知道西汉王朝建立以后 实际上面临着巨大的战争创伤 高祖初年的经状况非常不好 经过高祖会地 吕后文帝 景帝 景帝在这个方面 在修养生息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 尽管我们前面就讲过 景帝对大臣 对宫 对宗室的很多残忍的地方 但是作为一代国君来说 他对百姓的清妖伯父 做的确实很到位 第二年 汉景帝又下令 男子扶劳役的年龄 向后推迟三年 这样就大大缩短了农民扶劳役的时间 而且他在后援三年 亲自下过这样的照例 农天下之本业 黄金族裕 急不可食 寒不可依 以为必用 不使其忠实 尖遂怀不登 亦为莫折重 农民寡业 其令郡国 募劝农丧 亦种树 可得依实物 这个汉景帝下的诏书中间 明确说明 农业是天下的根本 黄金族裕这些东西 既不能吃又不能穿 所以 一定要种农 种丧 所以景帝 在重视农丧 加强农业方面 做了很大的贡献 第二件事情 就是轻刑 慎罚 这个轻刑 慎罚这一方面 首先是改革的赤刑 因为文帝朝 因为提营上书 就废除了一些刑法 废除了肉刑 废除了三种肉刑 把其中的有一些 改为赤刑 但这个赤刑 打屁股打得太重 往往把人打死了 所以汉景帝呢 就在他的诏书中间 说 赤五百 越三百 赤三百 越二百 由上不全 就是这样来打的话 这个还会把人打死 把五百改成三百 三百改成两百 后来又下招 把三百改成两百 把两百改成一百 而且还制定了一个锤定 就是这个赤刑的要用竹子 这个竹子的长度只能是五尺 宽度只能是一寸 而且就竹子上面所有竹节的地方都要刮平 后保只能是半寸 这个打人的时候只能有一个人行刑 中途不能换人 一个人行刑完了 才能再换人 从此以后 受赤刑的人 大部分得以从华下来 没有成为残废 第三件事情 是巩固中央继权 特别是五楚七国直乱平地以后 汉景帝取消了诸侯王 在自己国内任免官吏 和征收赋税的权利 诸侯王不能够继续治理自己的封国 各个封国有皇帝派员去治理 另外改革诸侯国的官制 诸侯国的丞相改称相 而且把御史大夫这些大部分官员 给裁撤掉 大大减少了诸侯王政治权利 而且规定诸侯王 不能够治理自己的国家 无权过问封国的政事 这就使得诸侯国和郡县的差别 大大缩小 诸侯王通中央教板的权力 实力 丧失殆尽 中央政府的权力 空前强大 也就是说汉景帝在巩固中央继权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 当然最终把诸侯王的这个事情解决了 是要到汉武帝时期实行推恩令 推恩令的实行 是诸侯王的势力彻底消除 但是这三个方面 重视农业啊 改革刑法 巩固中央继权啊 这些东西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繁荣仍然起了很好的作用 所以汉景帝和他的父亲汉文帝 他们两个一个在位二三年 一个在位的十六年 将近四十年的时间 毕竟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为五帝时期国富军强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在历史上还是有贡献的 文景之志 到此就全部结束 谢谢